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延廷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執政外交官介文綺大使 志明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侯漢提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把我們的目光 持續望向在這一場烏鱷戰爭的最前線 8月6號這一天是烏克蘭再次發動了 對俄羅斯的境內攻擊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看到整體最新的狀況到哪裡了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最新20日指出 烏軍已經在庫斯克州 在這個地方 俄羅斯的境內掌握的土地 包括達到了1250平方公里的一個領土 還有當地他說有總共92個聚落 都已經正式的被佔領了 不過另外一個戰線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俄羅斯的部分 現在在烏東烏克蘭 自己境內的戰線我們也來關心 盾內茨克的戰線持續的惡化 特別我們要注意在盾內茨克這個裡面的地方 波克羅夫斯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擁有6萬人口 是東部前線重要的補給 還有它的重要枢紐據點 根據了解官方已經展開了後撤當地的居民 而責倫斯基的部分他現在態度上是著急了嗎 為什麼這樣說 不但是派軍隊 我們前幾天討論到傳出是北約軍隊 深入在俄羅斯自己的領土境內之外 我們現在看到責倫斯基更開始敦促了 盟邦要解除限制 允許可以動用這一些遠程武器 直接深入打擊俄羅斯境內 現在看起來戰勢不斷的在擴大 我們先來看到戰爭已經邁入第三州了 俄軍在烏東發動的絞肉戰 來報復庫斯克州的奇襲嗎 盾內茨克州剛剛特別講到 在這個烏東的地區 它的這個面積的部分這麼的大 達到了2.6平方公里 相比烏軍在庫斯克剛剛我們特別講到 佔領土地1250公里 會不會陰小失打 將軍怎麼看 我認為烏克蘭的軍隊 到庫爾斯克進入跨境作戰 然後非常容易孤軍深入 然後最後只要看它的補級線有沒有暢通 如果補級線被俄羅斯切斷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孤軍深入之後 它的火力就會有限了 等到彈進糧絕的狀況之下 會對這些孤軍深入的 烏克蘭的軍隊會非常不利 那現在在俄羅斯來看它不急 這個1250平方公里 你先佔 它只能控制沒有辦法佔領 你只能控制而已 你哪能夠佔領佔據 而且越控制的話 它這1萬人的 將近1萬人的部隊 整個是散開了 一散開之後 作戰面太大 這個正面太廣 它就沒有辦法 力量就分散了 你越佔越多 力量越擴散 那除了你後面的援軍上 但是烏克蘭現在沒有援軍 烏克蘭現在的話 最主要的它是缺兵 那也缺火力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俄羅斯只要對庫爾斯克 烏克蘭突進的這些部隊 做拘束就可以了 然後斷後 先拘束再斷後 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握中捉鳖 那這樣的話 對這個烏克蘭的烏克蘭軍隊 俄羅斯就可以掌握 整個作戰的節奏 反而對虛的地方 盧甘斯克是烏克蘭比較 比較固守的 因為這個地方 哈爾科夫是他的第二大臣 那變成這個頓巴斯的頓內刺客 頓內刺客的地方 剛好就是它的薄弱點 那對這個薄弱點 直接做薄弱點做突穿 很簡單 所以變成薄弱點突穿 避時急須 像俄羅斯就避時急須 就對這個當作突穿 佔領更多的烏克蘭的土地 那為什麼 那烏克蘭這個時候薄弱 因為它已經精銳 已經進入庫爾斯克了 在俄羅斯 跨金了 對 那這樣它就對這個地方 可以變成事半功倍 那個人要做拘束 事後再做殲滅 這個人要先做取攻勢 佔更多的土地 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有一個拐點可以看出來 就是俄羅斯他不願意談判 那表示俄羅斯掌握了作戰節奏 那烏克蘭希望談判 被俄羅斯拒絕 那換句話說 俄羅斯在這方面是佔上風 西方媒體當然不這麼報導 俄羅斯是佔上風 烏克蘭是佔下風 那現在變成烏克蘭開的戰場 這個跨境的戰場 變成都有戰場 整個從這個盧甘斯克 頓內斯克 到我們想知道的 扎波羅勒州 還有這個赫爾松州 戰線太長了 那對烏克蘭來講 它的作戰正面太廣 它的手的力道就弱 那剛好就俄羅斯可以找他 弱的地方做突穿 那這突穿之後 俄羅斯就掌握了整個作戰節奏 所以俄羅斯他可以氣定神仙 我不要跟你談判 因為你跨境作戰 本來想要跟你談一下 現在不談了 把這個談判大門先關起來 那這樣來看的話 對烏克蘭來看是不利的 那現在烏克蘭希望說 希望趕快西方國家給他遠程的武器 對這是什麼 你看到這個 這個在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不是有庫爾斯這個河嗎 對 這個河把這個橋炸斷 三座橋炸斷就是要斷俄羅斯的補給線 對 現在就是大家 俄羅斯斷烏克蘭補給線 烏克蘭斷俄羅斯的補給線 但是問題是在俄羅斯作戰 俄羅斯還有空權 那對這樣子的話 對俄羅斯還是可以 這個控制這個庫爾斯克的 拘束他的這方面的力量 可以拘束 但是問題是 烏克蘭在這方面他兵力不夠 籌碼不多 俄羅斯看到烏克蘭籌碼不多 兵力薄弱 要動員已經 不知道動員多少 已經我們可以講到 有點感覺到 淡盡圓絕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 繼續在這張土川採取攻 獲得更大的利益 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沒有援兵 因為你還有繼續動員有援兵 烏克蘭沒有援兵 那援兵從來 我這個時候為什麼要談判 我這個時候剛好 一路順風下去 不是很棒嗎 那現在烏克蘭唯一靠了 火力 西方國家趕快給我火力 火力給我的話 我可以更攻擊俄羅斯後方 把他的補金炸斷 是要靠火力彌補人力了 可以看得出來 那西方國家給不給他 西方國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要一頓沒一頓的 在這方面也會捉襟見肘 尤其是兩種 第一個是海馬斯火箭 因為海馬斯火箭 可以精準打擊 重要的目標橋樑 或者是要塞 或者補擊戰 或者甚至俄羅斯的機場 第二個 遠距搖弓武器掛在F-16的 因為它有F-16 但是不能到戰場去 做密接支援作戰 遠距 我們叫JESOL JESOL遠距作戰 遠距搖弓 這遠距搖弓武器 也是精準打擊的 可以打擊俄羅斯的重要的 補擊戰補擊線 或者是橋樑把它炸斷 這樣子的話 俄羅斯向前推送的 這些後勤設施 還有火力彈藥就會受限 這樣的話能夠減損 烏克蘭當面面對俄羅斯這方面的 軍事上的壓力 就是很清楚 所以它要兩個 對不對 這樣很清楚 換句話西方國家能夠 給它的海馬斯火箭 或者F-16能夠吸掛的 遠距搖弓武器 所以是有限的 沒有說要多少給多少 現在你還要前運 前運之後到補擊站 補擊站到中基站 經過陸運或鐵運到前線去 還要做操作跟使用 才發揮戰力 這方面還要耗時間 不是說呼之急來 就可以馬上可以到位 使用發揚火力 還是有它的困難性 所以整個來看 庫爾什克 俄羅斯採取拘束 然後斷它的補擊線 最後最後面做前面 然後前線的話 採取攻勢前進 佔領更多的烏克蘭的領土 這樣的話 將來整個談判的話 俄羅斯可以就地談判 在俄羅斯的話 就可以作收成果 好 剛剛將軍也特別幫我們提到說 烏軍現在的主要問題 包括沒有這個援兵 它不夠 第二個就是火力也比較弱 王永寧 同樣的問題你怎麼看呢 在烏克蘭現在缺乏兵員的狀況下 接下來的狀況可能會怎麼樣的發展 來留言跟我們做更多的討論 我們其實也要來聊聊 因為現在受到緊張的部分 還有在核電廠的部分 現在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我們來特別看到18日清晨 這個俄羅斯當地的 這個叫做庫斯克核電廠所在的城市 竟然是傳出了爆炸聲響 大家非常的緊張 想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先前 烏克蘭的加坡羅勒的核電廠 也遭到無人機曾經被襲擊過 那庫斯克核電廠 它之所以這麼的重要 因為它是俄羅斯三大核電站之一 也是俄羅斯四大電力生產商之一 如果真的發生爆炸了 這影響絕對不會只是在烏爾這邊而已 是整個歐洲的一個核災難 所以俄羅斯的國防部呢 先前也曾經宣稱 如果你烏克蘭敢施襲的話 我們會立刻採取強硬的軍事措施 好 有沒有可能烏軍接下來 會以轟炸核電站為一個威脅 或者是假裝是不炸 當作一個藉口 來持續展開後續的談判 漢婷你怎麼看 烏克蘭對庫斯克的進攻 目前來看是得不償失 因為它的有生力量 不斷地被消滅 而且力量被牽制住了 也沒有辦法有效地佔領 克羅斯克的市中心 反而是在烏東的戰場 紅軍村呢 都快要被俄羅斯給拿下了 但如果考慮到的是核電站 整個狀況可能有太不太一樣 而且呢我們假設一下 就對烏克蘭最有利的局面 是什麼 就是它目前到底佔領了多少個定居點 或者它佔領了多少的土地 通常都不重要 但如果呢 它能夠佔領到 克羅斯克的核電站 假設可以 因為目前為止它的進軍 其實速度是比較緩慢 被卡住了 沒有辦法過去 假設能夠佔領的話 那麼其實它就相當 只要兩三百人 就握有了一個核人制 為啥呢 因為這會使得 俄軍的攻擊 投鼠忌器 不敢對那個地方 發動空襲 第二個 我就算退一萬步 我沒有能夠佔領那個地方 但是它在烏克蘭的遠程的 射程範圍之內的話 那麼只要進行到有效的擊打 就別忘了 過去呢 一樣是四座的這個核電機組 這個車諾比 發生了核災 那就讓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震驚 也讓蘇聯留下了恐怖的後遺症 那如果在這個地方 同樣的 庫爾斯克的這個核電站 它也是四座的機組 那如果有給它炸毀 那麼產生出來的核輻射 或者是相關的災難 那當然對俄羅斯來說 也是致命的打擊 沒錯 所以先前呢 烏克蘭在進軍的差不多同一時間 它就對 扎波羅的核電站也進行了攻擊 那是否就在釋出一個訊息 我可以對這個地方核電進行攻擊 我也可以對 庫爾斯克的核電站進行攻擊 那這也是為什麼 俄羅斯它要先行的撤離大批的居民 也是預防 產生了大量的核災 不過當然就是如果烏克蘭真的這麼幹 那麼俄羅斯一定也會有報復性的打擊 也可能會有核攻擊 可是呢 就對烏克蘭來說 那它也可能會有其他的核攻擊 因為別忘了 就美國也已經提供了F16 那它是可以承載的核彈頭的 就是對於烏克蘭來講 它有害怕 所謂俄羅斯的報復性攻擊 這件事情嗎 目前是要打問號 或者如果真的 烏克蘭呢 願意就犧牲自己 對吧 反正也是要炸的 俄羅斯呢 兩敗俱傷 您為玉碎 不為瓦全 欸 你覺得美國會在意嗎 就烏克蘭在不在意不重要 你覺得美國會在意烏克蘭跟俄羅斯犧牲嗎 不會啊 就是美國還挺樂見的 就烏克蘭如果犧牲了 對吧 然後徹底的拖垮了俄羅斯 對美國來說 可能也是非常方便 或者是非常輕鬆的一件事情 不過這當然前提都是建立在說 烏克蘭真的願意這麼幹 冒著大不會的這個風險 因為畢竟去攻擊核電站啊 導致了大規模的這個核災難 是全球在人道上面都禁止的事情 所以他實際上有可能是可以這麼做 只不過會不會這麼做 還是要打他問號 嗯 好同樣的問題我們特別請教網友 就是剛剛提到的核人治這件事情 烏克蘭他現在可能會採取的戰略 攻擊他們的核電廠 您怎麼看接下來如果真的發生 會不會發生這個第一個 如果真的發生這個後果的部分 網友您怎麼看 留言跟我們做更多的分享 我們持續來看到 那接下來的澤倫斯基他到底談判 能夠達到他原先邊打邊談的這個計劃 能夠奏效嗎 我們來看到俄羅斯已經證實了說 烏克蘭攻擊損害了庫斯克州西部 第三座橫跨塞姆河的橋樑 這個地區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東部的地方就是烏克蘭正在發動侵略庫斯克地區 那麼這邊的西部的話 還有北邊則是被塞姆河包圍 南邊則是烏克蘭自己的郭靖了 好 澤倫斯基在這個時候繼續提出 要在庫斯克這個地方設立緩衝區 來跟俄羅斯談判交換俘虜 但是克里姆林跟我們看到他態度非常的強硬 直接說我們不會和烏方來對話 所以澤倫斯基看起來面對俄羅斯 已經關上談判大門了 接下來這個戰事是一觸即發 會有更大的戰事嗎 還是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大使怎麼看 其實現在戰事已經在變化了 就是說 有人說烏克蘭它是唯位就造 對 那現在俄羅斯的話它就唯造就位 對 唯位就造 它現在唯造就位 對 它本來是要開闢新戰場 把東邊的這個戰事把它緩解 那俄羅斯正好反過來 俄羅斯就怎麼樣 俄羅斯把東邊的戰事提升 讓你這個西邊的圍攻 這個侵占的俄羅斯土地變成是被多利分 你看你什麼時候把你軍隊調回到東邊來 就你目前在這個頓巴斯地區的這個困境 因為現在剛已經提到了 現在這個 包括這個紅軍城 最主要的這個戰略要地 現在都可能已經有一些 這個俄軍越來越接近的情況了 所以呢就是最 對這個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哲倫斯基他的 他的講法是說 為了和平談判 創造籌碼 也就是說你佔我這麼多地 我也去佔你一些地 將來才好交換嘛 那這道理好像很簡單 那最近又改變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要製造一個 俄烏之間的緩衝區 那這個緩衝區就是建立在哪裡呢 建立在這個俄羅斯的境內 所以我們今天看他的成果來講的話 烏克蘭成果來講的話 我看了外界報導最多的就是 他目前烏均實際控制區是1250 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我們就光講這個 庫斯克州 他的土地有多大 他有29000平方公里 所以目前就這個 烏均實際控制的土地 占這個州 還很小很小 大概1.25 那是不是他的力量已經到了 現在所謂的賽姆河河邊 可能也還沒有到 而是說他用這個空軍的方式 去把它炸掉 那這條河事實上 可以說是在這個 庫斯克州它一個天然的疆界 它的北邊跟南邊 南邊的話 你今天把它炸掉以後 屬於南岸的話 看起來你俄羅斯這邊要過來 你用大軍過來或者補給 就會造成不利 那可能把它炸掉以後 另外一個效果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烏均想要繼續北進的話 你也把你自己的前路給斷了 對 所以這個是兩種說法 一個就是說 讓烏均來救援 來遲緣它的後勤補給線把它截斷 另外一方面 你也把烏均繼續往莫斯科北進這條路 你自己也斷了 對 所以那個可能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化界的一個訊息 也就是說 可能就烏克蘭講說 我去打到這裡了 這個賽姆河就是我最好 你也不要緊張了 可是問題就變成你拿到賽姆河以南的 這一塊 庫爾斯克這個州的 二十五分之一土地 有在戰略上有造成什麼大的改變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 可是呢 烏均自己投入的軍隊 有人說是一萬 有人說是一萬兩千 這些都是它的軍隊 而且烏克蘭也說了 它在這個 進軍這個俄羅斯之前 派了它的軍隊 到英國去接受各種的作戰訓練 所以是它最精銳的部隊 一萬兩千多 所以如果說這個 這個烏克蘭的 它的野心就靜止於此的話 那對於戰局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對俄羅斯來講 反而看到你貝多利分 你把兵力分到那個地方以後呢 然後呢你占這塊土地 對俄羅斯來講不痛不癢 那正好的時候呢 俄羅斯就在東線 把這個頓巴斯這個拉鋸戰 每天聽說有大概4.5公里的進展 往前一直推進 最後把你的紅軍城拿下來 那這個過去十幾年來的這個戰局 那就會進入到新的狀況 對烏軍造成新的壓力 那當然就是說 折倫斯基這個戰法的話 很多歐洲的這個戰略學者都不表認同 那事實上原來支持的 比如說波蘭也有一點打退堂鼓 那麼德國也有一點打退堂鼓 那倒是被美國總統拜登用上了 今天在這個西卡古的這個 這個美國共和黨 連這個全國代表大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裡面 拜登老先生上去致詞了 他提到了烏克蘭 他就說 俄羅斯打了烏克蘭已經快三年了 可是烏克蘭 他用英文 是還在自由 他說仍然是自由的 下面一片掌聲 那這也就是什麼 這也就是 現在所有的這種戰爭 跟美國的選舉都已經連線了 所以我們不得不懷疑就是說 哲倫斯基出此下策 動了一萬多兵力 佔了一小塊地以後 那是不是就讓拜登 可以在共和民主黨的 這個全國代表的話 講這麼一句話 然後對他的選民 產生某種激勵作用 是 免得就變人家說 你的勞民傷財 跟烏克蘭打了半天 又什麼 你的對手 川普先生 很快就會告訴你說 我如果當選的話 這場戰爭就立刻停止了